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人 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一份工作 我有一个大学朋友 我们的专业是汉语 但他对汉语一点也不感兴趣 他的爱好是画画 每天可以花十几个小时来浅浸在绘画里 他经常跟我说 我以后不想做关于汉语的任何工作 我现在随不了 以后也做不了 毕业后他确实与汉语断结关系了 其其报名各种各样的绘画课程 也参加了许多画画的比赛 但他所有的努力都前功尽弃了 没有找到一份不仅关于绘画而稳定的工作 后来他在一家中国公司当职员 一天公司的设计生病了 但有一个设计需要紧急修正 当老板不知应该怎么办的时候 他对老板说他可以试试 并不意外他真的帮了工资一个大忙 老板也对他划目相看 现在他正在那家公司的设计部门工作了 你有没有时候想想我们真的讨厌现在的工作吗 你是讨厌这份工作压力大 还是讨厌那个动不动就挨批 业绩总也上不去的自己呢 你是讨厌这份工作太稳定 还是讨厌那个磨灭了斗志不吃进去的自己 像我的那个朋友一样 当时总是觉得汉语太难了 学不了就放弃 但是他自己也并不知道 不是他学不了汉语 而是他对自己并没有一点信心 我们不是在讨厌工作 而是在讨厌那个不争气的自己 同样我们也许不太喜欢这份工作 但依旧会感激那个永不言败 永不放弃的自己 忽然想起身心灵作家张德芬说过的一句话 亲爱的 外面没有别人 只有自己 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感谢观看